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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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可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如何修建房屋这件事却并不太了解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发明就是与这其中的一道工序有关 在修建房屋的时候第一边筑起来的墙面通常是不平整的 这时候就要在上面木一层墙灰 通过人工的精细调整让表面变得较平 这个工序叫做墙灰 它需要人工大量的精力和体力让人难以承受 给墙面墙灰究竟有多辛苦呢 记者决定自己来尝试一下 这个铁板呢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呀 模板是吗 叫模板 这个铁板就是用来 不这个水鱼 然后模板 然后是用来装这个东西 往墙上推 然后往墙上推 哎 掉了 这边也掉了 怎么会这样 我再来一颗吧 这样子 再有一个角度 对 这个飞也用力 对 特别要用力 而且我这已经很用力了 这上面还没有底下还掉下来了 记者尝试着将墙面的下半部分磨完 可是没过多久 就有些支持不住了 水力气了 我手好酸好酸 所以如果你不花力气的话 你这个水泥根本就压不上去 而且直接是压上去了 也会掉下来 可是花力气的话 就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 师傅看到记者如此力不同心 只好请来帮忙 他告诉我们 在抹完墙灰之后 他要用模板将墙面磨平 很快 下一半的墙面就处理完了 可这时 问题又出现了 但是我看还有这上半部分 这块怎么办呀 手也做不着了呀 这时候有一个垫子 一小垫子 可以抹下去了 要搭一个凳子是吗 对 那好吧 那咱们就搭一个凳子 咱们再把上面给抹完 可以 为了抹到上面的墙面 师傅给我们搬来了一个大长凳 这么高的凳子啊 那怎么上去啊 我先吃肉 爬上去 天哪好吧 我把这个包 我把这个背包拿下来吧 不然我根本就爬不上去 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容易爬上了长凳 到了高处 情况又不一样了 看着很可能会掉下去的窗外 记者更是使不上劲 这儿都抬不起来了 手工 怎么会这样的 这儿都抬不起来了 凳子已经习惯了 他也不害怕了 这样的背还还还还还没用啊 师傅手脚熟练 而记者是抹一块掉半块 看来墨灰并不是一个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 即便对于熟练工人来说 也极其耗费体力和时间 为了降低墨灰过程的辛苦 很多人都在想办法 房间就是其中一个 王建虎是河北行台人 长期从事机械制造行业 鉴定居在广东博山 当初他指引在报纸上 看了一篇介绍建筑机械的文章 就开始钻进了这一块 利用自身的机械制造经验 王建虎经过反复琢磨 带着他的工人 用了一年时间 制作出了能够自动给墙面墨灰的机器 先把灰填在这里面 灰槽里面 然后它通过输出带 源源不断地送到墨口里面去 通过这两根立柱 用钢磁绳一个天梁 上面做个天梁 机器里面有一个卷阳机 它会转动 把那绳子卷在卷阳机盘上 钢磁绳收短的话 机器就上升了 那机器是不是就可以 只要我有灰的话就不停地往上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是震动 如果有一个什么东西让它震动的话 灰的就会坦实一点 密度就会大一点 你看这是墙体的话 我们在这里灰杀密度很大的话 它们对墙体的压力就增加起来 为了让模板在上升的过程中不停震动 王剑虎在模板的后面加装了两个阵阵变机 它每分钟震动的次数达到了三千次 墙灰很快就会聚集到底部 密度增长 磨的就会更结实 完全到顶的话 这个墨板的话 会改低压这里 会改变角度 压光就下来了 角度改变完了 压光就下来了 下来的时候 这个墨板是 稍微有点往下挺斜的 对 属于扶脚 扶脚 王剑虎发明的墨墙机 主要由机身 磨板和两根穿过机身的地柱组成 使用之前 先将两根地柱固定在地面和房顶之间 然后在灰槽里倒满墙灰 启动机器后 传送带开始向模板方向送灰 同时机器上起 将灰突破在墙上 当机器接近房顶的时候 模板由杠杆撬动 由仰角变成一个轻微的扶角 瞬间变成模板 这时机器开始下降 将刚刚抹上的墙灰磨平 一扇墙面 就处理完了 咱们这个机器到底好不好用 到底能不能代替人工来抹这个沙胶 我们还是去测试一下它 对 好 为了测试墨墙机究竟好不好用 我们来到佛山市郊的一处工地 这位高师傅在建筑行业 拥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 对于墨墙技术尤为精通 他将作为内行人 与我们一起进行测试 这是一座六层的民房 没有电梯 我们用吊装机直接把机器吊上了楼 测试就要开始 这个就是咱们要测试的这个墙铁了哈 这个墙面上有一个水泥的凸起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这个叫打垫 就是它定点定多好 摸出的墙面大概就是有多好 相对于这就是一个标准 那我们一会儿要给墙面上抹灰的 就是这么好 而即将要往墙上抹的 是由沙子水泥石灰和水混合的墙灰 叫做三合灰 是墨墙最常用的材料之一 接下来将机器架在天花板和地面之间 控制好它与墙面的距离 塞在灰斗和磨口处填满灰 机器就可以启动了 在机身上升的过程中 墙灰源源不断地由灰槽输送到磨口 在它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层 约为三厘米厚的灰 机器缓缓上禽 果然灰都紧紧地黏在了墙上 这时它开始下落 由于磨板调整被轻微的浮角 墙面被挂得非常平整 我看这一会儿咱们磨得真的是很平啊 对对 都能看到这种反光了 对对 你看平不平整 就用这个这个极杆 它是很平整的 这样两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它基本上是贴在一起是很平的 对 基本上能歇着吧 基本上那个柴的平整度就是算可以的了 那这个密实度到底怎么样 我看一下 好像基本上都按不动 对对对 就这么它的密度够了 看来这一次墨墙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当然还有些小瑕疵 人工再稍稍修补一下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后面加了两个振动电机 这样就能够把这个墙灰很好的给均匀的抹到墙上 你像人工抹的 是把这个灰推到墙上 要反复的这样压几次 就是要让这个灰磁势了 它才能够跟墙很好的粘在一起 我拿了一根试管 现在如果说我把这是盐倒进去 你看这个试管里边已经装满了盐了 我做的一个小的震动棒 这是一个偏心的轴 我们可以看到它发生了震动 现在我把这个棒插在这里边 如果我让这个电机震动起来 哇 原来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有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震动 可以把这个物质颗粒夯实了 对 我们墨墙也 刚才墨墙机顺利刷完了单闪墙 那么它墨完整个一面墙的效果会如何呢 在每次墨的接缝处 它会处理得好吗 让机器平移六次 经过六个来回 整面墙就没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每一扇墙面都很平整 而且之间的接缝也都不太明显 效果比较让人满意 虽然机器墨墙的效果不错 但是跟人工比起来速度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场比赛 现在我们在这个房间呢 是17平方米的这个大小哈 然后呢这是三楼 上面是四楼 还有一个同样的一模一样的房间 那等一下呢 我们的这个机器就在这个房间来抹墙 咱们这边呢 有这个六位这个人工哈 咱们这个人工呢 一会儿就到楼上去抹墙 我们一会儿比一比 看哪边能够先抹完 而且哪边抹的质量好 好不好 你们觉得一会儿能不能比过这台机器 比一切的三缸呢 是的 是一下才知道 好 那咱们这个人工队先上楼 咱们都各就各外 一会儿咱们再开始好不好 好 比赛分成两个队 人工队六位专业抹墙工 机器队共三人 两个操作手和一个茶楼骨缺的抹墙工 他们即将要抹的房屋 一共17平米 分为一大一小 两个房间 好 现在我走到这个三楼和四楼的同期之间了 咱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替我考虑啊 预备 开始 两队同时开工 人工队由于操作简便 立马有了一些进度 几分钟之内 已经有一部分墙面被抹上了灰 二楼下还在调整机器的位置 从一开始就落后了 这时 人工队又抹出了好几片墙面 火得这么快啊 三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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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这个真的是好快 五分钟之后 机器队才调整好位置 开始往灰草里填灰 你们觉得你们还来得行吗 来得行 来得行 这么有机器啊 那咱们加油啊 好 机器终于可以开动了 墨墙机只要一开动 效率还是挺高的 很快 一扇墙就没完了 接下来移动机器 再没第二扇 四十分钟过后 整面墙 终于给抹完了 接下来 这位师傅给机器 没有抹好的地方 修补一下 这面墙 就算完工了 机器队的进度 似乎已经赶上来了 可是这个时候 人工队的表现 却让人十分惊讶 他们几乎已经抹完了 整个大房间 下半部分的墙面 这个杆子 为什么要用这个杆子来推呀 用这个 这个刮平一点的 刮平一点 对 刮平一点 这个杆子把这个面墙 刮平之后 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一块已经抹完了呀 没有 那还要怎么 下一步还要做什么 还有补一点 可以抹一下 哦 还要抹是吗 原来 人工抹完墙面再刮平 只是完成了 墨墙工序的一半 接下来 还要补上一层墙灰 再刮一遍 才能保证 最后的平整度 这个时候 已经有位小师傅 累得满头大汗 辛苦要没力 就没办法了 三十三十五 你不能慢慢来 慢慢来 不滚吗 楼上的心 楼下的 也遇到了新情况 我看咱们接下来 要整个这个墙啊 是这个 刮入了 上来的一块 对对对对 那咱们就不能 从这个地上 往上起了 那这个墙 哪一块能抹上吗 用这个机械 也能 我们的文化工序 可以做通 可以 清理这个 虽然在这 上这个 实力的话 要打开 我们就可以 好 再通过来 这样子 哦 这样子 经理波折 墨墙机终于开始工作 刚刚墨完的墙面 竟然光滑的会反光 那么 它真的可以代替人工 来完成墨墙的工序吗 请继续收看 外八明 工地神机 果然 一开始机器并不往前面送灰 奔走到窗户上面的墙体时 人工开动开关 传送带才开始转动 落完窗子上面的墙面 两个小时之后 机器队完成整个大房间的墙面 开始向小房间冲刺 而此时 楼上的人工队才刚刚开始 大房间上半部分墙面的工作 眼看就要输掉比赛 哦 也是要 不少点的墙了是吧 对 别的墙面 人工队还讲什么 第一家回来 这下也不见到 就在人工队开末上半部分的墙面时 机器队已经拆掉了两根理柱 好把它推进小房间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问题出现了 偏偏就差两公分 机器被卡在了门口 对 还能进去 回来 搭着开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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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还有那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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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强 这么重的机器 竟然将机器翻转了过来 这样是不是就能抬进去了呢 这么重的机器 可不是想抬就能抬 由于侧面没有滚轮 几个人费了半天劲 一点也动不了 最后 又把机器平放回来 进去的话 不行 不行 看一下 如果是这个 一米四 一米三 不行 没办法操作 就算他进去了以后 他那些宽度 很怕人没在这 人没在这 那是没办法操作 游泰的人工会 可是快把这个里面 都已经要补好了 看到机器队无法继续比赛 最着急的还是王健虎 他急匆匆上楼 想看看对手情况怎么样 自己能否还有回神的余地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人工队几乎已经落完 包括小房间赛里 所有的墙面 他的机器队最终输掉了比赛 王健虎很不甘心 他回到工厂 跟工人一起做工 终于在一个月以后 制造出了一台 迷迷抹墙机 这个纵深只有之前一半的迷你墨墙机 究竟好不好用呢 我们还是到实地验证一下才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人机大战 这一次上下两层的赛场都是20平米 也是大房套小房的结构 人工队增加到了八位师傅 而机器队依旧是两位操作手和一位茶楼不缺的墨墙工 比赛就要开始 预备开始 人工队瞬间开始抹灰 而机器队依旧需要花一些时间架设机器 可是一旦它启动之后 墙面处理的速度还是非常理想的 不到两个小时 外面的大房间已经没完了 接下来又是小房间了 这一次小机器显得十分轻便 轻轻松松就被推了进去 这时候楼下人工队的战况如何呢 这次的机器队已经调整好设备 开末小房间的墙面 半个小时之后 小房间也全部完成 再看看人工队 小房间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直到四十分钟后 才磨完最后一块墙面 好了 我们也磨好了 这一次机器队不仅在速度上占了上风 质量也比人工显得更加光滑平整 墨墙机利用机器对墙灰的紧压 完成墨灰的工作 墨出的墙面光滑平整效率高 而迷你墨墙机更具有灵活轻便的优势 这个墨墙机呢 我想它的优点是比较明显的 能把工人从那么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而且加工操作非常简单 这个设备咱还存在一些问题 就第一这个是半自动化操作 它还有一些死角是没办法实现的 第二是我们看到它接缝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实际墨灰的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咱面里平 它还需要人工修复 如果这个通平率再高一点 我想这个设备更完美 好 有了这样一台抹墙机呢 相信工人师傅们的这个劳动强度 能够相对减小一点 而且工作效率也会提高了 那说完工地上 关于墙面的这个发明哈 我们要说说地面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彭老师也拿来了一块砖 现在其实北京的很多这个 呃街道上已经有这种砖了 这种砖的特点就是比较透水 是吧 对 这种砖呢 铺在地上 下雨以后呢 它可以通过砖渗下去 嗯 仿华 对 可以把这个水呢 呃 积累在地下 而且现在很多城市呢 已经开始铺这种地砖了 可以说这种地砖铺上去之后 在人行道上既环保 呃 又方便行人来走路 又比较安全 啊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和这个地砖有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 赶快去了解一下 发明人 桑胜军 发明项目 露面 铺砖机 家住山东德州的桑胜军 一直都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有一天 能够亲手制作出一台 可以为路面铺砖的机器 从12岁起就在工地上 跟着父亲讨生活的他 深知这一行的辛苦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他有了灵感 他讲 如果能设计出一个平台 可以将砖按需要的花形 码在上面 然后向后移动这个平台 砖不就像地毯一样 铺到地上了吗 有了想法 他马上动手设计 不久 一台路面铺砖机 诞生了 桑胜军发明的路面铺砖机 由四个部分组成 动力传动系统 导板 砖斗 和操作台 铺砖时 先将砖在导板上 马放置人站在操作台上 可以构到的地方 人站在操作台上 按花形续砖 随着机器向后移动 砖从导板上落下 整片的砖路 就铺到了地上 这铺砖机 看起来有模有样 可他真的能像 桑胜军说的那样铺砖吗 我们迫不及待的 想要试它一试 我们按照真实的施工标准 为机器准备了一段路 桑胜军看起来 越越越试 拿好砖 机器开动吧 桑胜军站在操作台上 有条部门的码砖 转一块接一块的整齐路架 随着机器的移动 整片的砖路 真的像地毯一样 铺到了地上 这个铺砖机真是帅气 他将铺砖工作画银为整 一步到位地解决了问题 可就在我们暗暗为他叫好时 记者却发现了问题 小警长停一下吧 咱们看看 大家看看吧 这空空挖挖高低不平的 怎么回事 哎呀 总共出现这个情况了 我看一下 看这个地方很明显 对 你看 这个地方就挖了 我们找来一根工地上常用的水平杆 用它就可以检测出路面的平整度 看一下 你看 这块缝 这块缝很大了 这块有高县 对 你看 从这边还都可以 这边还都可以 但是说单独的来说 局部还都可以 整体的话 那不行 您觉得那问题出在哪了 问题嘛 面对记者的追问 桑胜君有些语色 没想到 这铺砖机第一次两项就演砸了 专缝歪歪扭扭 高低不平 而桑胜君自己也一时搞不清楚 问题所在 好 这个铺砖机发明出来 看起来是真是挺好的 但是铺砖机铺的这个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您分一下它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看一看它那个铺砖机在开始做的时候 底下用的轮子是什么呢 它是用的滚子 就像压路机的那种滚子 那我们想 这个机器本身就很沉了 你上面又放了很多砖 这个滚子在地面上走 它就会把这个地面原来已经压平的 又给压出很多坑挖不平的东西 您现在桌上铺的是沙子 对 它那个地面的电层也基本上就是这种沙粒 也是比较柔软的这种沙粒 所以这一个向前走 它困难比较大 另外这个滚子跟地面压的过程当中 它会使地面出现凹凸不平的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它这个滚子加上车自身的重量 又破坏了原来平整的基础 对 所以再往上铺砖 就铺出来就不太容易给它铺平了 所以目前来说 这样一个铺砖机 它出现的这个问题 很可能是轮子设计还不是很合理 对 跟地面的接触还是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 发明人是怎么改进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呢 经过查找 桑胜军发现 问题果然出现在机器的轮子上 这种滚子会把电层压出波浪型的印记 这样铺砖在上面 自然就不平了 那么 如果能够增加轮子的受力面积 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桑胜军马上着手改进 当我们再次见到它的铺砖机时 机器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 桑胜军 这是您改进后的机器吗 是的 我看跟以前的好像变化挺大的 怎么现在变成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它给你路面的宽点 因为在那个设备铺的路比较宽 小的铺的窄 那我们还是挺关心 就上次那个小机器 它有一个铺的不太好 不平整的问题 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现在把它换成履带的了 您现在改成是履带设计的 对 履带的辅着面比较宽一些 它的受力的面积增大了 对对就增大了 对对对 就是现在履带 其实留在电层上的印记 是比较浅了 对对 改进后的机器采用铝带做轮子 增加了与地面接触的面积 而桑胜君又在机器的前部 设置了一个刮板 可以将留在地面上的带印刮屏 那么这样的改进 真能解决铺不平的问题吗 这次我们要铺的路面 有三米宽 我们请工人上号砖 测试 马上开始 因为担心一个人应付不来 桑胜君特意叫来一个帮手 改进后的铺砖机 有四米宽 足够两个人 在上面同时工作 机器开动 砖整齐落下 我们看到 如意采用履带的设计 封散了手力 机器移动时 履带只是浅浅地 附着在电层上 并没有扰动电层 看着机器铺得起劲 我们的记者 也来了兴致 桑银长 我看您干的挺带劲的 挺有意思的干的 这机器好操作吗 超好操作的 是吗 你看 这景不慢的 那您觉得我能行吗 我觉得你也行 我想上去试试行吗 行 可以 那我上去了 好嘞 怎么 怎么装 你看看 这样放上去放就行 你点呢 看 放上去放 拿去装 放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对对对 看 对对 往它走的时候放 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了 就插到这缝里 插到缝里就行 它要什么花色 怎么放就行 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我要变换 不同的花形的话 按照花形放 按照花形放就可以 一样的 一样的 大一小一 这看起来还是 放进去就可以了 挺方便吧 没想到 这机器铺砖 还挺容易 只要按照花形 往里放砖就可以了 稍加学习 记者就掌握了动作要力 干得还真起劲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还可以 挺轻松 挺简单的 挺轻松的 关键是 过得有乐趣 对 就像小朋友 搭积木一样 对对 有乐趣 就是这砖太沉了 就是砖太沉了 那没办法 这机器铺砖 轻松简单 对工人的技术要求 似乎不高 但是光是干着 轻松可不行 这铺的质量 又怎么样呢 毕竟这铺的质量 是衡量铺砖机好坏的 重要标准了 我们拿来一根水瓶杆 用它来检测一下 机器铺的平整度 我们看到 这次水瓶杆放在地上 几乎看不出什么缝隙 这说明铺在地上的砖 是在一个平面上 除了平整 这次机器铺的转 缝隙也非常整齐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 几乎都是一条直线 看来这次机器表现不错 咱们之前做的都是一个 就是在模拟的环境下的测试 不知道咱这机器 如果要是真搬到实地的 那种施工的场地 它还能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要实际工具的话 我觉得肯定比这个好 您觉得还会比这个好是吗 比这个好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太局限了 各个地方都不是说挺 也不是说挺宽敞的 受这个地形的局限 它的效果可能要差一点 我看您非常自信 您的自信心从何而来呢 我从我自己的设备而来 就是对您的设备 还是挺有信心的 是吧 是的 那好 您这么自信的话 咱们就找一个实地施工的场地 然后真刀真枪的干一把 怎么样 可以啊 如果有大工地的话 我们可以真早真相地干一把 真没问题吗 真没问题 好 那咱们下去了 看到机器如此能干 我们的记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实际施工时 不仅要看质量 这效率也很重要啊 看着机器枯砖 不仅突慢 虽然操作的工人很轻松 但是这效率似乎不太好说 我们不仅想要知道 这机器真要到工地干起活来 还会这样慢慢悠悠 不慌不忙吗 我们将它运到一处正在铺砖的工地 我们打算在这里进行一场人机对抗赛 看看这机器到底能战胜多少人工 我们为机器和人工各准备了50平米的铺设范围 听说要和机器比赛铺砖 工人师傅们既新奇又兴奋 商量着要派几个人来对抗机器 看到机器如此庞大 人工队不敢怠慢 决定先派10个人来挑战机器 商量好了参赛人选 人工队这边又开始排兵不振了 我看您这现在商量挺热的 您这商量什么呢 咱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就要铺了 准备要铺 那您这是在排兵不振吗 对对对就分工 大家把工封好 那平时的话 像这50平米 如果一个工人师傅铺要铺多长时间 50平米也就一天吧 一个工人要铺一天 那您觉得10个人大概能用多长时间 10个人我估计 像咱们这个师傅 我估计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不到一个 咱们这个师傅都是 咱们这个师傅 像这个老王老王 像这个老王都铺砖铺留8年了 小王 小王新手 他不行 他可能也就是三四年 三四年老马 老马有个六七年了 您觉得赢这个机器胜算有多大 我觉得赢他应该没问题 因为咱们老婆这个呢 各位师傅觉得怎么样 王师傅觉得怎么样 有心心心 没问题吗 他没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吗 干掉他们没问题 人工队这边人多是重 信心十足 而相比之下 机器队这边就要落寞很多 三先生 您这现在准备着呢是吧 对 您打算几个人来对抗他们十个人 就我们三个 就您三位吗 是啊 能行吗 这可是 不开服 五十平米呢 五十平米呢 三个人 我这行李简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啊 绝对没问题 您觉得您这五十平米 大概要用多少时间能铺啊 最多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就行 对对对 对方可是十个人 你能站过他们吗 就他们铺吧 看看 再比一看 好 一场大战 过载媒节 人工队与机器队各就各位 机器队虽然只有三个人 但气势很高 而人工队更是信心十足 我现在准备好了吗 好 连工队这边好了吗 好了 三十五您这边呢 没问题 没问题 三十五您看看 您对面可是十个人呢 有信心吗 能行吗 十个人 没问题 不行 那是咋办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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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开始 以我的笑声 好吧 来 各就位 预备 走 少声一响 双方就热火朝天的忙碌开了 由于时间已经商量好 一上来 人工队这边有条不稳 有的搬砖 有的填灰 有的铺砖 忙得不亦乐乎 而机器队这边却纹丝未动 桑胜军看起来似乎并不着急 桑先生 您看看 人工队那边已经开始铺了 您这干嘛呢 等着吧 看我们一会儿就比他快有多 他都铺那么多了 您不着急吗 我们才不着急了 去去去 桑胜军信心十足 坐着铺前准备 而人工队这边已经铺完了一小段 看到机器还没开动 师傅们的干劲更足了 手上的速度也更快了 这时我们看到机器也终于要开动了 没想到这机器开动起来速度还挺快 不一会儿就赶上了人工队铺的面积 看来这最终的结果一时还真难以判断 就在我们为机器暗暗叫好时 桑胜军突然停了下来 桑先生 您这边怎么停了 没钻了 没钻了 没钻了是吗 要搬钻 这刚开出 这刚开出两米就没钻了 哎呀 就是说走得快 钻一会儿就铺完了 钻没了是吧 没有了 没有了 那您得抓紧啊 人工那边都快铺完了 原来没开出几米 机器的砖就用完了 桑胜军他们不得不下来搬砖 看到机器如此不给力 人工队的斗志更高涨了 而机器队这边因为砖供应不上 现在只剩下桑胜军一个人在码砖 其他两位都去搬砖了 再看看人工队这边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上好了砖 机器又开动了 桑胜军他们加快了速度 但是因为之前浪费了时间 现在已然于事无补 来 总队长 完了 我去医生 好 副医生 先生 您这边出来了 完了 完了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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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来 这边 多长时间 五十一分零三秒 好 三先生 人工队那边已经铺完了 您这边怎么样 我这边也快铺完了 我看看 来来来 您看看 还差 您的终点 您的终点在这儿呢 在这在这 差一点 还差一点 但是 刚才您说您三十分钟就能铺完 人工队用了五十多分钟 现在完事儿了 然后您呢 我们这就是担忧到搬砖上了 因为我们上面上不起砖 就是我们两个人 排完了下来再搬砖 就慢到这儿了 但是您还是 从结果来说 您还是输给了这个 人工队 他们那边已经 如果 如果要是上砖 快的话 绝对赢他们 虽然输了比赛 但是桑胜君却并不服气 他认为 机器速度很快 只是搬砖浪费了时间 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算再多几个人 机器也一样能战胜 那么 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搬砖这个问题呢 回到家 他用心研究 不久 他将研究成果 带回比赛现场 安装到铺砖机上 这是个什么机器 有了他就可以解决 砖的问题了吗 我们的比赛 还是在这片场地建计 君先生 上次我们人工队 是以很大的优势 赢了机器队 这次我看您的队伍 好像庞大了很多呀 对 这回咱们增加了 是15个人 15人我们要铺75个平米 那您觉得 您这边能占上机器吗 我觉得没问题 那您往这边看 桑胜先生这边 准备了一个新的东西 大家能猜猜这是什么吗 各位师傅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 您觉得是什么 扑砖机 是这下边写着 是扑砖机 是吧 那咱们问桑先生 桑先生 您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告诉 不告诉他们 是秘密武器是吗 你还一会儿让我们知道了 上次那个人工 可是战胜您了 这次他们又加了五个人 您觉得 您有信心能赢他们吗 现在有秘密武器了 不害他们了 不害他们了是吧 对对 听见讲 桑先生说了 他有这个秘密武器 不怕您了 呃 我们人会对 绝对有信心战胜他们 绝对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 桑先生 有 桑先生 人工队的热情很高涨啊 您这边能行吗 我们让试试说话 让试试说话 好吧 那咱们两队各就各位 好 准备开始好不好 行行 来 各就各位了啊 好 预备 双方飞快地进入比赛场地 机器队开动了他们的秘密武器 这是一个皮带传送装置 火机把砖放在上面 砖就顺着传送带 输送到了机器的砖斗里 原来 桑胜军的秘密武器就是一台上砖机啊 有了上砖机 机器队从容了很多 而人工队这边却显得有些茫然 虽然增加了人工 但是这配合似乎不那么默契 动作也慢了许多 相比之下 机器队这一次的进度要快得多 他们已经在导板上拿好砖 只等着给机器输送足够多的砖 就可以开始了 再看看人工队这边 似乎缓过神来了 他们一字排开 同时推进 这时 机器也开动了 他们两个人马砖 一个人上砖 一切井井有条 剩去了班砖的烦恼 机器快速运行 不一会儿 已经铺完了一大片 人工队似乎找到了状态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龙师傅 我看您这满头大汗的 您不歇一下吗 人家机器满的快 机器满的快是吧 对 那您这边 马上就赶不上人家了 赶不上人家了 但是我看您在这蹲了也 蹲了半天了 您那个累不累 累啊 哪里累呢 腰疼 腿疼 都坐不住了 要不您歇会儿呢 人家马上就满上去了 马上就 要改一下 那您还要再坚持一下是吧 对对对 那您加油吧 好的 干的时间久了 师傅们有些体力不支了 这铺的质量自然也没了保障 就在我们想再看看机器队的情况时 我们听到 我们完成了 我们出来了 三月两天那边完成了是吧 完成了 完成了 咱们下来看一下 完成了 戳过了一块了 已经戳还戳过了 戳了戳了 戳了一块 是到这个棋子这 是咱们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时间好吧 好的 时间是41分29秒 好行行行 还行 还行是吧 您这次快在哪呢 我们有了新的商专机 但是您之前跟我说 您说这段三十分钟 七十五平就可以铺完 您这还超了十多分钟呢 哎呀 可能是干的有点累了吧 干的有点累了是吗 对 那咱们看看人工那边 现在怎么样了 好的好的 人工队的师傅们 咱们停一下吧 机器已经干完了 看一看 人家那边已经完成了 咱们那边坐了多少 咱们也就干了一半吧 干了一半 可是上次咱们铺五十平的时候 十个人用了五十多分钟 对 可是大幅度的生活机器 对对对 这次咱们还多了五个人 十五个人 怎么还不行呢 哎呀 看样子这个人耐力不行 不得不服输 现在师傅们都已经是精疲力 已经没办法了 哦 就师傅太累了 太累了 是因为干的时间 时间太长了 他人体力毕竟有限嘛 人的体力是吧 对对对 那这次您是认输吗 这次看样子得服输 真的服输了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一块看看 看看那机器那边质量铺的怎么样 行行行 我想它不一定它质量能胜过咱们 是吗 那咱们去看看 好好好 您来检测一下吧 这眼睛看上去还不错 眼睛看上去还可以是吗 还可以 这不得不服 这机子铺的还可以可以可以 还可以 嗯可以可以 你看你看 那您给这个商界量机器铺的砖 这个打多少分 打个 哎呀看这个分也挺值 打个满分吧 满分是吗 对 那您自己铺的呢 哎呀 我想打个满分那不可能 打个五十分吧 咱们看看是您铺的质量 行行行 好 嗯 这看起来好像比机器的要差一些 这个放 对对对 不是 来 因为下午这个 这个 这师傅体力也不佳 然后你看这 哎呀 人工铺的反正是 看来 没有 没有机器铺的平整 没有机器铺的平 平时的话 如果要75平的话 一个人做要做多久 平时75平 一个人等 哎呀 一天半到两天 两天 两天的时间 那其实师傅们已经很尽力了 很尽力了 对 桑胜君发明的路面铺砖机 可以较高质量的完成路面直线铺砖工作 最快速度可达4米每分钟 不仅如此 这台铺砖机还可以完成不同形状 不同地形路面的铺设 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 这个铺砖机实际上它的优点也很明显 第一 效率比较高 第二 铺砖的质量很稳定 第三 这个铺砖机是靠履带式往回推让 这样的话 适应的路面比较广 对于这个设备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发现这个设备如果在转弯的时候 在铺里头就弯道的这种路面的时候 还是完全依靠履带插动来实际转向 这样的话 铺带插动做某些精细转弯 可能不会特别的明显 我倒建议它既然前面有一个非常宽的台架 能不能在台架上面 上面加一个红线运动机构 这样的动作机构就比较精细 能铺出一些比较精细的一种转弯的机构 而且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好的创意和想法 要与我们分享 或者了解更多节目的信息呢 欢迎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科学顾问彭老师参与节目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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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